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种金蛋子盆景的一些方法和流程 包括一些细节都分享给大家 希望这个视频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 首先把你买到的下山庄呢 你把它修饰出来 给它找个盆子也可以 大小合适就行了 然后你再去看一下你的下山庄 适合以后做什么造型 比如像我们这一棵 大家都能看到 以后就做木山丛林 在修饰完以后 这些切口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边缘一定要完整 尽量不要爆皮 以后它的出汁点就在这个边缘出来 现在我个人的习惯都改进了一下 我没有打封口胶了 我现在是贴这种细宝纸 细宝纸按照伤口面剪下来就行了 也不要太多 太多了也是浪费 我个人认为贴细宝纸有两个优点 第一在夏天的时候 它能够反射太阳光 温度不会特别高 第二个优点就是 它翻炉的效果比较好 就是结巴的效果比较好 但是这个看个人 个人喜欢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泥土呢 用的是巨木渣和田园土配比的 5比5配比就行了 然后在栽种的时候 还是用生根剂 给它喷洒一下 均匀喷洒 每个部位一定要喷洒到位 连底部也不会放过 在上盆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 它的位置和状态 以免以后整体效果不佳 接下来呢 就是种庄的时候 会出现很多空洞和缝隙 一定要把这些空洞和缝隙 一定填满 因为疏松的泥土 在浇完水以后呢 会下沉的比较厉害 最后一步呢 就是把露在外边的庄体 用水喷湿 最后用油布膜给它包起来就行了 主要是现在是秋冬季节 有霜有雪 所以说对它进行一个保护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 帮我点个双击 点个关注 我会定期的给大家分享 盆景专业知识 谢谢大家 我是川穹盆景